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的2月14日是一个全球性的节日,庆祝爱情和浪漫。在这一天,恋人们会互赠礼物、写情书或共度浪漫时光。情人节不仅仅是恋人之间的事,它也是一个展示对朋友、家人感激之情的机会。 情人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。最初,它与一个名为Lupercalia的节日有关,后来转变为纪念圣瓦伦丁的日子。 圣瓦伦丁是一位传说中的牧师,他在罗马皇帝禁止年轻士兵结婚的时候,秘密地为恋人们举行婚礼。 因此,它成了爱情的象征。 情人节的传统习俗包括送鲜花、巧克力、情书和其他礼物。 在不同的文化中,还有各种各样的庆祝方式。 比如在一些国家,人们会选择这一天求婚或举办婚礼。 时至今日,因应世界各地的个别文化,庆祝节日形式及礼品种类各式各样。 在美国,情人节是一个充满浪漫和甜蜜的节日。 恋人们通常会互赠礼物,如鲜花、巧克力和珠宝,同时互写情书或情人节卡片。 许多人选择在这天晚上外出共进浪漫晚餐或观看电影。 商店和街道装饰着红心和爱情主题的装饰品,创造出一种节日氛围。 在日本,通常是女性在2月14日给男性送巧克力。 这些巧克力分为两种,一里巧克力给朋友或同事的礼物,意味着友情或感激,和本命巧克力给喜欢的人的特别礼物,表达爱意。 一个月后的3月14日,被称为白色情人节,男性如果收到了巧克力,通常会在这一天回赠礼物,如糖果、珠宝或更昂贵的礼物。 巴西并不在2月14日庆祝情人节,而是在6月12日庆祝恋人节。 这一天,恋人们会互送礼物、鲜花,共享浪漫晚餐。 整个城市都弥漫着节日的氛围,有音乐、舞蹈和各种庆祝活动。 这个日期的选择是因为它在圣安东尼节前夕,圣安东尼是婚姻和恋爱的守护神。 中国的传统情人节称为七夕节,根据农历在每年的7月初期庆祝。 这个节日的起源来自于中国古代的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故事。 织女是天界的仙女,据说她是玉皇大帝的孙女。 她擅长织布,能织出五彩斑斓的云彩和美丽的布料。 牛郎是一个凡人,孤儿出身,生活十分贫苦,但她勤劳善良,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。 一天,织女和其他几位仙女私下来到人间游玩。 牛郎偶然遇见了沐浴在河边的织女,并一见钟情。 织女也被牛郎的诚实和善良所吸引,两人相爱并秘密结婚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 然而,他们的婚姻很快就被天界发现。 天界认为仙女和凡人的婚姻是不允许的。 因此,玉皇大帝命令织女返回天宫,使这对恋人被迫分离。 牛郎怀念之女,决定冒险,前往天界寻找她。 但玉皇大帝创造了一条银河,将它们分开,成为了今天的天河。 后来,玉皇大帝被他们的真诚爱情所感动,允许他们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,通过雀桥相会一次。 这个故事成为了七夕节的由来。 在这一天,人们会仰望夜空中的牛郎河之女星,并祈祷获得自己的爱情和幸福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七夕节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类似于西方情人节的节日。 年轻情侣会互赠礼物,共度浪漫时光。 近年来,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,许多中国年轻人也开始庆祝2月14日的情人节。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播客。 无论您是正在享受甜蜜的爱情,还是在等待那个对的人, 祝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再次感谢您的收听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